各位蓝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请各位欣赏眼前这颗金黄色的卡特兰 这颗兰花是我去年三月份 从一位荷兰的老先生那里得到的礼物 当时他一下子送了我八颗兰花 其中呢六颗都是卡特兰 因为老先生是一位特别喜爱养卡特兰的人 他的卡特兰养得非常非常好 我把他的链接放在底下的描述栏里面 大家可以自行点击观看 那么我的这六颗卡特兰呢 现在有一颗已经死掉了 真的非常抱歉 因为那颗没有牙眼 所以没有办法长新的感 不过呢其他的五颗现在都不错 这是第一颗开花的 另外还有两颗现在有花鞘 但是呢我还没有看到花苞 希望今年也能够看到花 眼前这一颗金黄色的名字 据老先生告诉我呢 叫做LC Golden Suns Elizabeth of AMAOS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一颗的照片 跟我现在这一颗开的花呢 有非常大的不同 我不确定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不过坦白讲我更喜欢我这颗 因为它的金黄色金得非常彻底 然后唇瓣中间又有一点浓重的橙红色 我觉得对比特别漂亮 这颗我刚到手的时候呢 它有四根花杆 就是前面这四根 然后呢 这一根最高的是在我手里长的 然后现在又长了一个心牙 它非常的好笑 在我手里长的这一根 最开始长到这里 我就以为它要开花了 因为它长了花鞘 然后这个花鞘很长时间不动 然后呢我把它剪开 发现里面还有一层花鞘 就是这一层 结果里面没有长花鞘 反而是长了第三个花鞘 然后这个花鞘里面依然没有长花鞘 反而长出了一根杆来 然后这一根杆 又长出了新的叶子 然后里面呢 才又真正长出一根花杆来 这根花杆上呢 本来打了三个花鞘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其中有两个呢都已经变黑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它打花包的时候 我把它从有阳光的地方 挪到了我的植物灯底下 所以最终呢 这种环境的变化造成了它笑包 这也是我学到的一个教训吧 同时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就是在你的兰花打花包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挪动它 因为这个很有可能让你 辛苦一年的劳动 付诸东流 好 再呢我这三个花包 削了两个 还剩下最后一个 然后因为它的花非常大 有我手掌那么大 所以呢最终依然让人印象深刻 前不久呢我曾经把这一朵花的照片 发到YouTube的那个 community键下面 当时呢就有蓝友问我说 你怎么那么多金黄色的兰花呀 我想了想的确如此 然后我问我自己 为什么喜欢黄色的 后来我得出的结论是 因为大部分兰花 要么是白色 要么是粉色 红色 阳红色 然后也有少数有紫色 或者偏蓝色 但比较少见一点 那家里有太多白色 粉色 红色的兰花之后 我们自然想要一种不同的颜色 这个时候呢 金黄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接下来让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 它的唇 这个唇真的是非常的艳丽 近一点 再近一点 好像不能再近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 一颗金黄色的卡特兰 我希望提醒大家 这一颗的ID呢 不一定是准确的 你们如果想购买的话 请谨慎选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